赛场选手们奋勇拼搏 一项项记录被刷新 而赛场外也有一些罕见的事情发生 接下来小竹继续给您总结 奥运几宗罪 最沉重的罚单 营销季比赛8月1号 国际雨联决定取消一对中国组合 一对印尼组合和两对韩国组合 继续参赛的资格 这是自1992年羽毛球运动进入奥运会之后 最大的罚单 沉重的罚单催人警醒 有太多东西值得探究 在轮断运会之前 国际雨联决定对使用了20年的赛制 进行重大改革 采用先小组赛后淘汰赛的新赛制 也就是说 小组赛最后一轮在客观上 给选手提供了选择对手的机会 不赢却可得力 说明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新赛制存在漏洞 但是国际雨联却拒不承认失误 国际雨联名誉副主席查龙表示 这是对中国羽毛球的一个教训 我认为这件事 不会影响中国羽毛球的世界声望 在发生这场风波之后 国际雨联目前对质疑的回应 仅限于表示 需要仔细的评估 未来或许会在奥运比赛中 引入淘汰赛 重新抽签的办法 奥运会四年一届 那对于那些辛苦训练的队员们 职业生涯又有多少个四年呢 大居的队员们 对于这些队员们 对于这些队员都可以 做出了一个队员们 然后这些队员们 在队员们 有什么意思